第十集 两败俱伤 战国时期 有一个叫陈诚的人 他非常聪明 于是总能想出很多好办法 有一次他受到楚王的派遣 出使到秦国去 当时韩卫两国互相攻打 打了一年多 仍然没有分出胜负 秦桧王打算出兵干涉 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秦桧王知道 陈诚很有件事 便向他请教 于是陈诚讲了变庄子刺虎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叫变庄子的人 看见两只老虎正要咬一头牛 变庄子见了 马上拔出剑来 想冲过去与老虎搏斗 旁边的人劝他说 这两只老虎正在争吃一头牛 争着争着就会互相撕咬 结果一定是小的被咬死 大的也会受伤 到那时 你再去刺杀那只受了伤的 一下子就把两只老虎都解决了 变庄子觉得这个人讲的很有道理 就远远地看着那两只老虎 忽一会儿两只老虎果然互相打斗起来 小老虎被咬死了 大老虎也受了很重的伤 这一时 变庄子冲上去 刺死了受伤的大老虎 一下子就把两只老虎都消灭了 陈陈讲完了这个故事 然后对秦桧王说 现在还为两国长期战争 最后必然是弱国灭亡 强国受到很大的打击 到时候如果您成胜 把遭到削弱的强国打垮 不就一下子灭掉了两国吗 陈灰王听从了陈枕的意见 果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根据这个故事 后人便以两败俱伤作为成语 比喻斗争的双方都受到了损伤 未经许可给铺取得不足 ki不去